马云九总统今天上午到外方医院联资见捡结果出炉 院方表示 本次见捡发现马云九在大长靠近刚门口10公分和25公分处各长一颗小息肉都是0.2公分 外观看来属阳性已进行切片 结果3天后出炉 来到医院创伤医学部主任柯文哲说 预定一个月内发起准立酒驾防治基金会 希望透过防治酒驾的多层配套措施预防汗事发生 台湾代表团参加美国皮斯堡发明展 拥获37金33赢 以及爆发大会第二大奖远东这家发明奖在内的五个特别奖 是今年成果最为丰硕的代表团 台湾网球一哥鲁燕勋今年征战温网会内赛第10年 他和地主选手末月如果南单首轮都顺利过关 两人将再度对决 新航亚太电视整理报道